台東市區長半年有155月向向失電 結果發現是一隻轎車去撞到路人的 變電廠作成的 台東有冠軍派人去收穫 也已經開學送電了 原來這出車好的家屬是一個 現役軍人就蓄達照表 去讓京方移車公共危險做上班 環天過十二點多 台東市市有路二大附近 因為向向停電 民眾都走出來看 結果發現是一台起車 警方就安全到上面台東的變電廠 蓋車是整個變器 而且有民眾在出國的時候 被騙到這輛車的人 向向公共為家屬走出來 又請家屬的民眾不可以保安 不過京方雖然到現場 也找到這個出車好生路的家屬 它是一個現場的軍人 那樣是很困難 不過就出台橋標 京方成城後 以公共危險序以上地檢數上班 每個幾個都沒有電 盧南手腳差錯三位送醫 今現場九測 九測值達0.97 台東台東區影響儲標時 車好發生的時候 聽電數個警視系統就隨發出警告 總共有159個聽電 日本的工廠人員雖然去現場 在環天過兩點多 換新的變電太多就回合供電 不過附近剛好有一間通物水煮罐 因為失電作成水煮太欠傷色 部分的關上魚子都變得變得 這個車好造成台電跟水煮夾車的損失 可能超過100萬 京方也還有一次給予民眾 千萬都不可以吃酒塞車 現在綜合報道